把握周末的好天气出游 有许多人也来到了云林的林内乡来参加抢水节 而过去因为疫情的影响已经停办了两年 在今天热闹举办之后 也让很多人来共襄盛举 甚至有人从菲律宾也来参加 而在水田里头就这样扛着竹笼竞速 考验着团队精神 而大家也是玩得不亦乐乎 各组好手搬起竹笼在水田中狂奔 太拼命疫苗惨衰当场变成泥巴人 其中一组还是来自菲律宾的外籍配偶 也来组队参赛直呼真的好有趣 这是云林林内乡乌图社区举办的抢水节活动 原来早年鲜明得在团集西床上 设置竹笼放进石头 形成检疫堤防改变水源流向 将水引进箱内使用 因此这才举办抢水节 改变鲜员取水辛苦 很焦足 然后也可以体验鲜明以前在抢水的一个 乐趣跟辛苦的地方 为了要取水来进来我们农业灌溉 必须在滚滚的这个啄水溪里面 跟这个啄水溪水和活动 那我们现在已经不用这种工具了 但是我们现在藉由活动举办 换起大家去了解前人的艰辛 也是一种饮水思源的表现 抢水节过去曾因为疫情停办两年 终于在今年夏天重新恢复举办 由于雲林室外天气炎热 高温更来到三十四度以上 也吸引大小朋友踏入水田玩耍 清凉消暑体验农村了 解放冲城云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